我們現在在韓國的聖水站 今天會在這裡逛街 享享咖啡 今天天氣非常好 下來就會有些食肆 首爾聖水棟是目前韓國最熱門的潮流地方之一 不單有很多新進的韓國設計師品牌 以及世界品牌進駐 在街上都會有多間不同的特色咖啡店 這一站出來的感覺是乾淨一點和舒服一點 感覺年輕一點 立即走路就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咖啡店 我眼見已經有3-4間咖啡店在周圍包圍著 很多人會在這裡喝東西 另外全部都是露天坐在這裡 另外前面也有一些咖啡小店 有3-4間 這裡全部都是咖啡店 來聖水站的交通行方便 大家只要乘搭地鐵的2號線 去到聖水浸落車便會到 街上有很多不同的小店 可以休閒地在這裡逛逛 這間是賣公仔的店 好像這間我覺得很特別 這間雪糕店是用全機器操作 沒有人在這裡 大家買雪糕的時候 直接付錢 然後機器人就會拿雪糕給你 在這裡看到一間挺特別的 是柯達為主題的專門店 可以賣衣服和不同的產品 店舖的樣子挺漂亮的 我和大家進去看看 賣帽子和衣服 如果喜歡潮流產品的朋友 聖水站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小店 和潮流產品可以讓大家選擇 然後這裡有一間是賣皮夾的店 整間都是賣皮的 還有這間是女裝心 少女時裝 美少女戰士 這間應該是Celamone 這衣服幾次 這間是6萬8千萬 那個冷氣機放在外面 這麼有趣 這裡放了一個很漂亮的攤位 我們看看是什麼 很漂亮的酒 很多人在裡面吃雪糕 和走進去參觀 裡面是試飲酒的 這是人氣商店 他們全部都在排隊賣的麵包 是一個白麵包 麵包在很遠都聞到很香 所以很多人在排隊 裡面主要是買一些鹽味的麵包 裝修可以有韓國的古代感覺 走到遠處已經聞到很大的香味 所以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如果去到聖水站 大家也可以去買打卡試一下 大家現在看到這一間 叫做大林倉庫的咖啡店 有很多明星在這裡打過卡 以及非常受歡迎 平日下午裡面都會有很多人 大林倉庫保留了1970年代 這個倉庫的紅磚建築 它是用貨倉改造成咖啡店 樓底非常高 進去裡面會有透光的天花板 裡面很有工業風的感覺 裡面除了在咖啡廳之外 也是一個畫廊 會有很多不同的剪品 和一些懷舊的擺設 進去除了可以喝咖啡之外 還可以近距離 感受一下藝術氣息 食物的價錢方面 如果飲品大概是八千至九千瓦一杯 如果在食物方面大概是一萬九千瓦 裡面除了有包點、咖啡之外 還會有酒類和熟食提供 大家可以坐下來一邊享咖啡 一邊欣賞藝術品 聖水洞可以說是文青必度的美食 和逛街的路線 也是香港人旅遊的熱門地之一 去了明洞和雲大 首爾聖水洞就是目前 韓國最熱門的潮流星地 如果大家來到這個位 有一個地方很適合大家打卡 一定要來這裡打卡 好 大家看一個女生多開心 這個位置 Dior標誌的花園 現在是Dior 另外旁邊有個花園 很多人在打卡 我們去到這個區 發現了很多不同的店 和咖啡店都不會裝修 牆或裡面都是很難的 他們保留著未裝修完的狀態 像這間這樣 大家看一下 全部的外牆都是很難的 其實不是這間是這樣的 其實全部都是差不多一樣的 基本上全部都不裝修 或者牆都是爛的 牆都是爛的 今天呢 我們今天呢 就會去這個余意島 就會坐地鐵 就會在一個紫色線 號碼是526 我發現我們住這裡很方便 是完全不用轉車 每一個站都是這樣 一下來就有車 我們在東大門站 坐了大概十分鐘左右 就到這個余意島站 好 這裡有間IFC國際金門東深 走過了一條樓梯之後 就經過一個小小的商場 有一、兩間店鋪在裡面 好古色古香 好 吃魚的 它很多牌都會用手寫的 對了 上面有指示牌寫著 公園位置 可能這裡因為有間IFC國際金門東深的關係 所以上到來呢 其實這個地方會是 真的漂亮很多不同的 我覺得這裡才是首爾市區 因為首爾站的感覺 沒有這裡那麼整潔的感覺 這裡的街徑呢 整體來說是乾淨很多的 還有人呢 穿的衣服是很不同的 很多都是穿襯衣 西裝的這樣 預計 剛才我們從站走過去呢 大概需要15分鐘左右 因為好像是在海邊的 對 是不是在海邊 對呀 這次來是撞一下櫻花 我看到了幾個小小小 對呀 小櫻花 看到前面有幾棵 那些櫻花的落葉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了綠色葉了 一邊直走前面也有些花在那裡 不過反而都蠻特別的 有綠色有紅色的黏在一起 這個位置應該都蠻漂亮的 走過去呢 看到有個大廈很有趣的 黏著一些拉的公仔 應該是 應該是股票市場 對呀 有些股票指數 再走前面呢 應該是公園的 不過我想多數都是沒有了 已經花了 我看到全部都是綠色的 前面 有些保險大廈 這個應該是 不過他們很喜歡 找一些公仔去做的代表 全部都是公仔 這裡裡面都有 我們差不多到了 看到前面全都是綠色的 應該都是沒有了 哈哈哈哈 剛才反而撞到兩三棵 我打算看韓國的櫻花有什麼不同 這個是不是魚耳島的地標 很大條魚在那裡 發現韓國的公園 設施原來跟香港都一樣 平時大家公園看到的 那些運動設施 那些拉繩那些 跟香港是一模一樣的 原來這個是搖搖機 全部伯伯很喜歡玩的那些 太空漫木機那些 是跟香港一樣的 哇 平時都挺像 做運動 還有呢 它有加餅 很多不同的重量 可以自己加回去 這個公園的位置很大的 它中庭會有一架飛機在那裡展覽 挺漂亮的 那架飛機是一些古代的飛機來的 過了這個魚耳島公園之後 沒有櫻花體了 就是前面這個位置 真的要遇到月份來 看才會有 因為櫻花期真的太短了 所以真的要合適時間來 才看得到 走完剛才的公園之後 我們會在附近的商場走一下 那我看到這個商場好像挺漂亮 那我進去看看有什麼看 應該是一些大牌子來的 看樣子 一門口已經有一間Cucci在那裡了 是高價品牌來的 很多人在看化妝品都在那裡 那這個商場是現代商場來的 很多化妝品專櫃 賣衣服賣袋 都很多人在購物 比較多不同的設計品牌 還有這些貨品都挺特別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挺有趣的 吹氣波波的鏡 全部都是吹氣的 這個牌子挺有趣的 鏡子是有些器杖在旁邊的 這間就是買T恤和帽子為主的 那這兩張帽子是55,000公安的 那這張帽子 那另外會有一些爬山鞋 這個位置都很多人在購物 那很多國際大牌子 日本品牌 韓國品牌 歐美品牌 都會有 那原人 日本品牌 原人 除了潮牌 除了潮牌之外 日本品牌 韓國品牌 這裏都會有專門店 在這裏 這間是日本的 這個位置 也挺大幅的地方 有點像酒店大堂 上一層就是Food Court Food Court 也有很多人在吃東西 那它有個電視 說有些什麼食物 那裏做了幾個餐車 挺特別的 好像雙層巴士 那些食物大概是15,000公安 那些食物好像不錯 那些食物 這間就是吃漢堡包的 這樣子 另外它有些店舖 好像Food Court 那樣的形式 看到那些廚師 在準備食物 餃子 那些餃子 這個是韓式的鍋飯 有辣的 那這個Food Court 這個價錢 我覺得是比較划算 大概是12,000瓦 那就是60-70元 那價錢 那其實算是比較便宜的 這個是做燒餅 好像挺好吃的 另外這裏有個餐車 哇,這餐車很漂亮 這間就是吃烏冬 那樣的 前面的西餐是吃香腸 漢堡包飯 很大條香腸 另外這間好像有些燒雞 哇,樣子好像不錯 整隻雞 類似街邊的年糕 我看到這個商場的食物 其實有很多 無論它是韓式 或者是外國的餐 這個商場的食物都有 而且 它的樣子好像不錯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 吃的時候 都拿出來 份量都算是OK的 來這個商場的話 也可以試一下這裏的食物 剛剛去到Food Court 想吃東西 它時間剛剛到8點 就關機 全部都買不到的食物 選了很久才能選到 結果現在要去其他地方吃東西了 我們再上一層 看看名牌子有什麼看 上一層就類似中環IFC 有很多大牌子 化妝品、護膚品等 前面有一間Omega 另外這個後 是不是後 我都不知道 這個韓國品牌很出名 香港都有 全部都是國際品牌 這裏的大牌子真的很多 都蠻適合逛街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差不多 臨了前記得訂閱我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